無醫護幫忙都可以自己幫自己接種疫苗 這是智慧無人疫苗接種艙 去年第一次在上海進博會量上 在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持下 能夠實現自助打針 同時還設有疫苗低溫儲存 河川大色流冠 自動消毒殺菌等功能 在今年的進博會 這款無人疫苗接種艙 又推出了升級版 增加了雲端登記和智能預檢 可以減少醫護人手登記和接種服務 有助緩解醫護資源短缺矛盾 一起來看看自助打針的全過程 首次使用者進入接種艙之後 需要人面識別等方式來核對身份 之後簽署知情同意書 接種艙將會自動調取疫苗 接種者核對疫苗資料沒有錯之後 就可以將手臂靠近設備 並對準接種部位 設備會幫助接種者消毒和打針 和自動貼上膠布 打完針還需要留觀30分鐘 接種者可以拿出座位前面的智能手錶 實時監測身體狀況 一旦出現緊急情況 接種艙就會立即聯絡負責機構 確保接種者及時得到救治 根據介紹 這款無人疫苗接種艙升級版產品 由法國公司 塞諾菲巴斯特聯同深圳公司打造 研發基地位於深圳平山區的 大灣區國際疫苗創新中心 這道未來也將會是第一個試點 5G全智威化疫苗接種緩診 由預約去到完成接種 就到最後流觀 全部都是全智能化的環節